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最近在我们节目当中 特别是在这个爱国主义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的能理解 就是看朋友们的反馈 因为看我节目太多的都是很多新来的了 这个从反馈当中我自己非常感触 就是我们一直讲过 随着时间的流失 中国人讲天地人合一的时候 当大的时辰改变的时候 心地善良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其实逐渐逐渐就会消掉自己的观念 而在现实的事件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具体事件的碰撞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炎黄春秋在维权 胡德华驱赶强占着 我们知道 胡德华本来在国外 在国外期间被人给强占了 跟强差一样 他是炎黄春秋的副社长 胡耀邦的老三 三儿子 2012年9月份 习近平神尹 拒绝见美国国务卿当时的希拉里 跟他哥 就是当时跟他哥 胡德平打牌去了 不干 但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炎黄春秋竟然被强占 让人觉得非常的蹊跷 炎黄春秋副社长胡德华 从国外回到北京后 出面要求占据杂志社数日的外来人员离开 胡德华维权 这个事就变得非常的蹊跷 非常的令人觉得惊叹 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 对吧 在我的眼睛里 胡德华是胡耀邦的儿子 而他在典型的太子兰过程中 大家都公认 他和他哥哥胡德平跟习近平 王岐山之间是相对比较默契的 相对比较吻合在一起的 一种道义上的观念 那他父亲胡耀邦 使得习近平全家 习仲勋能够平反重新恢复官位 对吧 那如果从私交的 私人的基本感情上来讲 那习近平欠他的 但今天 中共上层的分裂 中共上层的大杀 可以打到这份上 直接打到这个层面 而且把它公开化 关键是把它公开化 大家就知道内部的分裂到什么程度 而当彼此之间火爆的概念到什么程度 而中间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别人不知道 好 所以 这是表象 但后面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 还在被掩盖 胡德华的行为在当天引来了很多记者 他进入杂志社办公楼之后 又有多人堵住财务门口 胡德华对强占者说 我们每一分的财产 都是靠我们辛勤劳动挣来的 我们给国家纳税 是遵纪守法的企业 办公室是我们的 你们有什么权利进来 拿出证据给我们看 占他们办公室的人 同样是被人使唤的人 对不对 他们只能跟胡德华说 哎呀 三哥你得理解我们 只能叫三哥了 可能三哥你得理解我们 我们也是使唤丫头 门插管 人家想这么干 人家想这么干 我们也没招 我们得干活 我们得吃饭 他只能这么说 他能说什么 你过来可能说 我管你是谁 我管你是胡三不胡三 跟我没有关系 我管你爹是谁 我不认识他 也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我跟你讲就这东西 但我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涉及到他们自己的事情 都可以这么公开决裂的话 胡德华自己没有渠道 去解决这件事情 而有人直接打他们脑袋 这是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间前哨杂志香港 说刘云山要害问题是反对习核心 文章介绍说 中央第一巡视组在巡视中宣部后 反馈其存在的五大问题 其中包括 由刘云山控制的中宣部 要害问题是看齐习核心的意识不强 暗自以消极的方式反对习核心 所以习近平对刘云山非常反感 而在今年6月3号 中央第一巡视组 对中宣部高层反馈 专项巡视情况说 中宣部存在四个意识不强的五个方面 外界称为它叫五宗罪 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他说 有人评论讲说 五宗罪中最要命的是第一宗罪 政治意识不强 不向习近平看齐 就不是习近平的人 他从来就不是习近平的人 而他却是中共十八大产生的结果当中 直接了当的江泽民的代言人 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 他只不过把这件事情 更加的公开化 更加的明朗化 就是他们之间的对立 更加的明朗化 那结合刚才我们看到的 胡德华出现的事情 对吧 胡德华自己没路 公开去闯 不从内部解决 而从公开方向去闹开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而这个原因 我们看到的往往是 习近平王岐山出手的时候 总是后出手 有些朋友不一定相信了 法国网友片报道这么报 请不吝点栏心 习近平安撫美国 无意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继续在中国的访问 赖斯访问中国不仅缓解了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 而且还与习近平见面 在与习近平见面当中 习近平明确表示说无意挑战国际的相应的秩序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讲了 中国已经从永兴岛上撤走了导弹 对吧 撤走是导弹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 在这个中国寻访过程中 那习近平给予他的答复 再想想因此研发出来的爱国主义 我早跟大家讲过 第一打不起来 第二在这种概念之下 你看看 今天主政者一定有动作 这个动作会是非常实在的做法 而不是报纸上打嘴炮 网络上打嘴炮 而报纸网络打的嘴炮是给国内用的 实际的操守做法是跟人家中间有这过程 那他维系这种过程 根本不是跟美国之间对抗不对抗的问题 是维持在国内的爱国主义的氛围和把握和情操 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你看到爱国主义当走到麦当劳 走到肯德基的时候 国内的宣传是什么 说那是愚蠢的 立刻骂他 爱国主义只能远离祖国大陆社区 来靠网络和宣传中来维系表面的状况 目的是在国内要有动作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讲 纽约时报 中国多家门户网站原创新闻栏目遭到关停 中国责令国内几家最受欢迎的门户网站 停止大批自行采编的新闻 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在明年中共一个重要会议之前 在更大程度上 新闻报道限制为共产党所操控的喉舌 文章提到说 这几个门户网站以盈利为目的 其中有几家在美国上市 为了在中国超过六亿互联网用户的广大读者群 他们增加了自己的新闻调查团体 抢在保守的官方媒体之前 报道有关毒奶粉 工业污染 甚至警察施暴的事情 但星期一 国家互联网的信息办公室下属的北京网信办 责令新浪 搜狐 网易 凤凰等多家网站 关停并整改他们最受欢迎的几党在线新闻栏目 为什么 江泽民曾庆红被拿出来会非常快 在他们拿出来的时候 他绝不允许在国内有任何其他的声音 只有他今天主政者的一个声音 不能有任何网络上的炒作 最惧怕的就是今天主政者无法掌控大批的省部级以下的官员 机构地方所有部门无法掌控 在这种一个巨大的事件 革命的事件出现的时候 如果在新闻的这种炒作作用下 他就会最可能失控 砍掉卢尾 砍掉网络办的原来的人 砍掉教育部的人 都是同一个目的 砍掉在我们看到的省部级一把手那些 在过去两年里认为是江泽民死党的人 都是同一个目的 挂出江泽民的时候 挂出曾庆红的时候 大家只听到一个声音 那个时候搞不好朋友们连我今日点击都看不着 他封杀一两天 用共产党的方式 干死江泽民 干死曾庆红 这圈儿化圆了 所以自然他会封杀掉这些门户自己的东西 因为这些门户网站自采新闻 他一定要尽可能的符合市场需要 他必须符合人们的需要 最惊奇的 最谣言的 最真实的 最虚假的 最可能的 最不可能的 他拼了命的往那写 抢读者 对不对 那拼了命的往那写 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是当汇总在一起的时候 就崩了 每一个人都是新闻热点 因为人人都拿着iPhone 拿着Samsung 对不对 当他去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能把全国讨论封了 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就封杀了 所以你记住我话 当他全都封停的时候 就是江泽民曾庆红 马上要挂出来的征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